第四幕,遇到應變小姐 天路客,天路客,不要再往前走了呀 請問,你是誰呀? 我是應變小姐呀 我原先也是跟你們一樣一起走天路的 只是前面有好多的困難跟危險 那後來呢? 後來呀,幸好,隨經應變是我的專長 我呢,就停下來看一看有沒有什麼比較平穩的路可以走啊 所以呀,我們還是先在這裡住下來好了 停下來? 是啊,我來告訴你 這附近呢,有一個安逸村 在天路的附近又沒有危險 兵兵小姐,那我來告訴你吧 在走過來的路上,你們有看到的有隻梳子在路旁哦 啊,太弱了 是啊,我們也以為這下子一定走不過去了 感謝主,加給我們力量,讓我們鳳竹的名放在前行 那然後呢? 然後呀,我們走到獅子跟前時 發現他們是被鏈子鎖著的 根本不能對我們怎麼樣 可是雖然是這樣,還是很危險哦 是的,我們只要已曉得這條路絕不會是平坦的 但我們相信主必帶領我們走過難關 年輕人哦,你們真以為自己有這個能耐 是的,我們是沒有辦法靠自己完成這一切 但聖經上說,主的恩典夠我們用 主的能力是我在,是在我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可是,前面的村莊都是又強壯又凶惡的人 難道你們真的不怕他們把你推入火堆裡面 真的不害怕嗎? 耶和華與我們同在 我還懼怕誰呢? 那好,你們走你們的路 我走我的 我的電話 我的電話 你幫我去往安逸村吧 既然走上天路就不能往後看 但走在這條天路上是有福的 主應許說 你務必致死衷心 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那我們一起來走這條恩典之路吧 謝謝大家